忍忍~~ 那我們今天就看一下我們忍者~~ 必須死了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是早上的9點33分啦 12月27號 阿為甚麼是這個時間來拍這個影片的 因為哲平到現在還沒有睡覺好不好 哈哈哈 因為我基本上我好像練排氣練到五六點吧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就是 我們阿咪性能咪嚕的這個演唱會 然後就跟他一起嗨嗨嗨嗨 然後還要後來就超級無敵有精神的 所以就來錄影片了好不好 大家如果還沒有看過阿咪的演唱會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質量還蠻高的喔 你們應該會覺得 哇 怎麼那麼猛 那今天當然就要做我們的重頭戲啦 好不好各位 我們的千克的傳承終於是來啦 然後這邊哲平是有128的金鑰匙 然後還有十連召喚這個券 那武器方面其實我不太知道是不是要抽很多啦 如果大家有學的要抽很多的話可以再跟哲平講 目前來說我今天的這個目標大概就是先出個 先出一隻就好了 然後他這邊一樣會有這個金鑰匙的部分啦 530塊可以買這個20抽抽 那我這邊就先用我這邊有的資源 先把一把這個封信賀宇先抽出來 然後把他拉到高 看一下狀態是如何就好了 好 來 那我們就一樣 來啦 十連召喚 看來我們的咒語感覺好像要失效了喔 不過滿多這個 滿多這個板手的好像還不錯 沒光劍 我這有預感啦大概2030抽就會出了東西了 這個一定沒什麼問題 一定不會歪 好不好 相信我自己 還是因為我們之前那個 之前那個什麼 之前那個太好運了 所以這邊開始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信 一定還有 好不好 來囉 雷野池大邊 這邊的SSR出擊 千二 來了 有沒有看到 一喊就有了 就是這把了 好不好 直接不會歪 各位 20抽筆耶 謝謝 謝謝大家 來了 有預感 沒 幹咧 怎麼是iPhoneXXX啦 完了 沒事 還有還有 封信賀宇 瑞野池大便 哲平德SSR 無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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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晶晶 沒有 快速跳過 沒關係 現在都還是抽這個金鑰匙的部分 我覺得還算是OK啦 瑞野池大便 這兵的SSR 第二把SSR 哇 沒關係 見怪不怪了 哇 不會要抽桿吧 我的天 好 不念了 懶得念了 來了 哇 沒有欸 不念就不給 是嗎 追雷弓跟利焰有啦 這一把應該就會出了 好不好 來了 忍者必須死亮星星 沒有 哇靠 可是這邊出了蠻多這個SSR的啦 好啦 再念一次 瑞野池大便 哲平德SSR 我們一盒的裝武 改來了 亮晶晶 有了 好不好 兩把 然後一把 別再歪囉 各位 這次不會歪啦 好不好 應該啦 不可能歪了 不可能再歪了 不會歪 不會歪 就是你了 一賀專武 準備畢業收割 哇操 歪到一個爆炸啦 老哥 怎麼是存證啊 我會不會這邊 一百二十把鑰匙抽完 然後千賀都拿不到啊 那我是 那我是會哭欸 那我是會哭欸 亮晶晶 沒有欸 而且我感覺如果沒念那個什麼 瑞野咒語我就要抽不到了 瑞野池大便 這邊的SSR 亮晶晶 一賀專武 沒有 完了 這一賀的運氣可能還好到一個爆炸啊 來啦 一賀專武 瑞野池大便 這邊的SSR 有了 最後一把 就是這個了 好 就是這個了 就一定是這個了 沒有可能三連歪的啦 好不好 沒有可能三連歪的啦 不可能啦 再歪下去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啦 好不好 沒可能的事 該畢業了 謝謝大家 一賀專武 終於 再不出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各位 好 沒問題 抽到了 還有剩三十把 這個到時候就看一下啦 我雖然我覺得我問觀眾 觀眾一定會說 抽滿啊 武器就是要抽滿嗎 不然你 應該蠻多是這樣子喔 但我們就算了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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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已經滿了是不是 強化會溢出 沒關係 給你溢出 然後 那個升星一下 升星 升星然後就可以繼續在武器升級了 P MAX MAX OK 我溢出那麼多喔 要這樣咧 這個也是溢出很多耶 因為他相同屬性啦 好啦就這樣 溢出就溢出了 不管了 我要升爛他 他以前升星比較麻煩 他要一直不斷吃自己 但他現在這個就比較好一點點 他吃自己好像是有一些額外的能力之類的 哇我 升不滿耶 哇靠 我的那個錘子不夠阿各位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們這個忍春試煉阿 平常刷個不夠多阿各位 只要刷多一點才可以阿各位 這個有錘子的都要掃盪一下阿 哇塞 我的天阿 第一次發現 錘子 居然那麼的重要阿 完全不夠阿各位 好不刷 不刷紋石了 只刷錘子了 哈哈 雖然我覺得刷這邊的錘子刷完之後 大概也沒辦法讓他滿等就是 應該是沒辦法讓他滿等 來 掃到 直接掃到 還有嗎 錘子曲奇是蠻多的耶 掃爛掃爛 然後本來是這個飯糰很多阿 飯糰很多 還有還有 一個我也拿 各位術我都拿 你看我這邊的這個飯糰要沒了 應該留意飯糰打一下後面阿 他後面是那個 是什麼阿 最後一個是不是 這個是最後的 勾玉跟紋石 有一個十九的 拿一下那個十九的好了 好完了 我忘記換一下武器了 沒關係現在我們還有一關 那一關我們可以就是 打一打 爽一爽 GOGOGO 來啦 拜託囉 來來來 待會一定要讓那個 鳩羽登場喔 最後還是說是因為風俗武器啦 只是我沒有想到我居然還花了 花了差不多 90 80把嗎 我們120抽嘛 120個那個鑰匙嘛 對不對 應該是花了差不多 90到100抽喔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 一個食鹽抽券喔 OK 炸一下 然後就是我們那個 引流切克武完結 不炸 完了 這老哥突然 看過消失不見 克武再見 世界 好 我們來換一下我們這個 伊賀專武 伊賀專武用起來搞不好就不一樣了 來來來 終於終於 終於終於 終於 我們的這個 完全沒問題 這個 緊急裝備 裝他 然後這邊這個 我們冰宮是那個是不是 一階是吧 抽那麼多冰宮 在那個 台版的時候也是冰宮第一人 一堆冰宮 有強化了 有有有 批量批量一下 4040 一出一出 沒關係 武器 然後這邊 聖經再給他升級起來 留了一大堆防守 就是為了要讓你升到一個爆炸 老哥 他現在有這個 一整個之間 真的滿舒服的 哇這樣 吃一大堆鐵錘 這才升一等 太誇張了吧 老哥 吃一堆鐵錘 要只升了一等 好吧 來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把武器 這樣虧起來究竟 有沒有比較爽一點點 伊賀本人專武登場 他那武器的話 比較特別一點點 他就是一個 橫牌 可是我覺得 打背板也是不錯 因為他是一整個橫牌的 但是他就沒到像 一些東西那麼大範圍 很像古屋直接炸或幹嘛的 武器吸氣時間有點久喔 我要先開武器 不管 開大招 你看他那個旋風其實就完了 先 賀 5 拜拜 我是覺得這個武器用法是滿那個 因為他那個旋風沒有持續太久啦 還是其實就是 如果他要持續久一點點的話 就要給他 升更多的心 後面已經沒了 冷村試鏈挑戰完畢好不好 好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是有抽到這個 風姓鶴雨啦好不好 也就是我們第一版的這個 風屬姓武器 為了這個伊賀抽的 完全沒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他的招式是這個 向前方揮出一道零力斬擊 隨後引起這個 劇烈氣流勞動 冷卻時間是35秒 然後如果那個 突破的話呢 這邊技能的這個傷害會加5% 然後 小幅提升技能攻擊範圍阿 如果使用這個角色為伊賀的話 則大幅提升這樣 然後後面 一階的話是這樣子啦 會有新的這個 然後二階的話是 武器人會有 會心一級機率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三階 升降技能技能後提升300點 這個 風屬性武器加10 可疊加他最多兩層 然後再來是武器人傷害 第五的話是 會心一級傷害跟武器技能 會心一級機率 所以他感覺就是一把打暴擊的這個武器 好啦那你們會推薦 讓哲平繼續抽嗎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的一些想法 我希望你們可以給哲平一些 比較好的建議 不要就是想要看哲平上頭 然後就 你要抽啊醜藍 沒有 現在已經很乖了 不上頭了 已經不是上頭哲平啦 你們信嗎 嘿嘿